看拉招 you live only once 你只活一次 那我们借着这股美国的风 我们说一下 这可能是全球的一种新的金融动向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了解跟踪 那么也许这个号角吹得有点早 但我想如果在高潮也就没你什么事了 我们要提前做娱乐 为这个市场 为这个世界寻找新的动向 这个动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应该打爆中国一切 做空中国股市的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只允许做多 不允许做空 我说的是主要是什么呢 港股 从港股开始往A50扩散 然后往全面往A5扩散 好 那我们先说一个背景 那现在的全球的资产 资产状况是什么样的 中国是GDP总量是15.5万亿美元 那美国是21万亿美元 那中国的住宅 就是不包括写字了 是60万亿美元 我们前面一集节目说过这个问题 那美国呢 是30万亿美元 中国大概是美国的两倍 也就是中国房子卖掉 可以买两个美国的 中国把我们的apartment卖掉 对吧 我们还可以买下 这个美国还剩一半的这个钱 那还可以买他们的house 很牛逼啊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了这个股市的总值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国只有13万亿美元 当然这里有一个起 有一个现象 就是这里没有包括美这个美股啊 比如说阿里啊 比如说移动啊 石油啊 这边也有上市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还是偏低了 13万亿美元还是偏低了 美国有50万亿美元 美国的这个美股是偏高的 我们说了啊 这个是偏高的 我们待会再做分析 那住住宅的市值啊 占GDP的比重 中国是超过了四倍啊 百分之四百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60万亿美元 除以15万亿的这个GDP 这个都是公开的数据啊 这个公开的数据 那大概是四倍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要干四年 才能买下这中国自己所有的房子 然后美国是160%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住宅 三十三翁点六万亿美元 除以21万亿美元啊 等于1.6倍的样子 那也就是说中国住宅泡沫比 美国要高大概 高150% 那就是均价比他高100% 或者说这个泡沫程度比他高那么多 那然后我们看股市啊 美国的泡沫大概是中国的三倍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市值超过 除以他的GDP是240% 那这个股票市值是87% 那两项资产加起来 中美泡沫程度差不多啊 接近四倍到五倍的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整体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市场的分析情况是 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内 连续说了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港股必须要先涨 A50第二涨 纳斯达克第三涨 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子排名第四 那到目前为止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从周三开始到现在周一 我每对于股市的预测 每一步都正确 周四周五有黑天鹅 对不对 周一我们不用担心买 从哪里买 还是从港股往A股这买 请问大家我有没有一步说错了 有没有一丁点错误 是不是没有一丁点错误 当然后面应该会有错的时候啊 但至少目前这一个多星期 我们在聚焦股市聚焦这一次这个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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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个事件一直以来啊 应该没出现这个差尺 没出现错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新的势力 我们就会发现什么 中国的股市挖地还是在 只不过没有找到一股特殊的力量来推动他 那这股特殊的力量应该会是什么力量呢 我猜来猜去啊 也只会是我了 开玩笑 开玩笑 那么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 总要有人说话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这个香园 他实际上你说他是一个对冲基金 不如说 他是一个媒体机构 他背后的金主才是真正的对冲基金 各位才是真正的对冲基金 而那次对冲基金 我们也会专门做一集节目 说一下这个什么是 什么是做多做空 然后包括什么是这个期权期货 再跟大家从这个角度 但是我从这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个 对冲基金这个事情 香园不是对冲基金 香园是说他自称是对冲基金 他只是一个媒体机构 我跟大家说 媒体是金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 为什么香园会认输 后面的不会认输 因为真正香园就根本就不是 他只是站在台面上而已 对不对 那我站在台面上我也不是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背后这个Mellwyn为什么没认输 他输了亏了差不多一千亿人民币 还没认赔 对不对 还借钱 一直搞 因为他觉得他后面富人有能量 你想投他的都是什么 最终基金是什么 起投一百万美元 底下的散户是什么 五千八千一万美元 能拿出一万美元就不错了 别人那么一个 光一个金主最低投资都是一百万美元 所以这种反向收割 当然这是一种新现象 反向收割是一种新现象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情况 中国股市确实 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挖地 什么的 相对来讲有一点点偏地 但是我想这个世界上乐钱太多了 既然美国有这么多人关注到这一点 是不是 既然可以用期权期货能够炒到这么高 我们想要A股肝股它的这个想象空间能有多大 特别是肝股 我跟大家说了 为什么肝股排在前面 这段时间 我们必须吹响这个号角啊 对不对 打倒一切做空派啊 我们必须把肝股拉到五万点 对不对 当然我说这个有风险啊 有风险 我们三千五千还是得慢慢来啊 这个底层的温度 金银的视角啊 这个要小心一点啊 这个咱们随时可能搞的这个裤子都没了 但是我这么说 咱们娱乐节目 继续聊 打爆一切空头 特别是港股 居然敢做空港股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谁敢做空港股 现在谁有这种能量 谁敢做空腾讯 以及腾讯旗下棋 让腾讯长大 看PARTY怎么弄它 让腾讯长大 看他怎么收拾泡沫 让腾讯长大 把养分慢慢流向A50 然后再慢慢流向A股 各位 白银已经开始了 白银的话 我后面再做分析 为什么我不着急 因为这个事情 还没到着急的时候 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家看看我的分析判断 是不是 我说港股 一直在强调 港股跟A50的情况 包括纳斯达克的情况 为什么纳斯达克 在周五跌的时候 我一直做节目 还跟大家说 我说兄弟们冲啊 兄弟们冲啊 为什么呢 因为分化了 各位 目前为止 至少还是分化了 这种状态 对不对 目前为止 还是分化了状态 各位 那么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情况 只要稍微有挖地 只要稍微有热点 只要稍微有这个情况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搞 这个都可以搞 当然我们这个首先要有裤子穿 这个咱们是聊天节目 聊天节目 聊天节目 那么好 我们这个片段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跟大家说 这周我的判断 A50跟港股肯定还是涨 美股搞不好还是阴跌的状态 美股这股风险 至少没释放完 整个美国的金融体系 现在慢慢适应 这一个新的力量 因为它一旦起来 暂时不会掉下来 而且我想美国的很多居民 因为你什么 你没有实业 现在又光在家里 你根本就没任何事情可做 你除了炒股票 炒股票不爽的 炒期权期货 我告诉大家 才什么 爽 五倍 十倍 一百倍的杠杆 四百倍的杠杆 对不对 它其实亏的话 如果你不追加资金 它是爆仓之后 你就亏这么多 你就纸面上就这么多 期权也是这个样 你投五块钱 那就输五块钱 就像买大小一样 输了就没了 对吧 所以我们再跟中聊 反正我们跟得多 这个片段就聊到这里 各位兄弟们 冲啊 来喝啊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个关注 我们也不是光聊股票 啥都可以聊 这个 光在家里时间多的是 拜拜 拜拜